太重了吧 我覺得他對魏蕾的 敏感度非常夠 而且他的配合非常好 很好吃 我第一次吃 然後這個醬料是怎麼配的 我都想學一下 這道菜是有相當多的層次 這些元素裡頭都是很搭配 很特殊 我會吃到跟它一樣的味道 但是又可以把它平衡很好 等一下吃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意外 就是要意外的東西 才讓你們想像不到 一定要拿出一些 就是真功夫給大家來看 可以講究何必將究呢 對不對 所以我把起司的部分 等等會再給大家一個驚喜 對 今天這一組廚師 我們都不太敢說什麼啦 對 我們就是靜靜的等就好了 本節目由全聯福利中心贊助播出 泰山首席油品專家 專業實在安心 搶購鍋寶料理之王限定鍋具 大展廚藝 HOLA創造料理的動人時刻 全聯二廚禪地之送胸 親眼之才 力挺選手端出美味料理 感動了料理之王 過了 馬上看一下下面一組的參賽選手 大家好 我是吳蓁蓁 我來自高雄 今年二十四歲 那我在大學期間呢 也創立了南台灣首台的 韋式排餐廁 叫艾瑞克廚房 其實越簡單的料理 它越不簡單 因為你要超越經典 做出屬於你自己風格的東西 我是衛多藝 我擅長的菜式是 義式料理 西餐跟美式料理 當初開這間店的初衷 是因為在季王開一間 有點類似慶寧餐廳的義式食堂 開一間屬於自己的店 是為了把自己的信念 傳達給每一個 來自於各個地方的客人 叫秋風節擅長的料理 是日式料理 跟西式料理 料理對我的意義來說 它等於是我的全部 一生都是奉獻在 料理這條路上 把客人當家人 把自己最好的 呈現給家人 歡迎吳蓁蓁 邱鴻傑還有 魏多藝 今天他們挑戰的是 雞的料理 30分鐘倒數計時 開始 這次做的是帕瑪森雞胸 然後做的是四川花椒醬 那因為我奶奶在我小時候常常煮 白斬雞加醬油給我吃 在這道菜裡面 加一點我自己的東西 跟奶奶 保留奶奶的東西 然後去做一個創意的菜出來 等一下吃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意外 但是 對 就是要意外的東西 才讓你們想像不到 但這個意外 不一定是好事 有可能是大吉 或者大群 對 不一定喔 試試看 好 試試看 基隆卡布奇諾 湯品做雞皮鮮貝 我是把它用蘑菇濃湯的想法去改變 那讓一些家庭的媽媽可以 在家裡都可以做這一道菜 然後把菜變得很有趣 但是它的基底會是以雞肉為主角 菇類會是以腹腳來做補助 就是點綴它對不對 對 今天的料理是松露麻油雞燉飯 因為我開來是親子餐廳 對 很多媽媽或是阿嬤 他們會帶小朋友來吃飯 對 然後他們很常都會想要吃一些 比較家庭的東西 可是因為我比較喜歡做西餐 所以我就 再加上就是松露麻油雞 好像又滿紅的 然後我就把它改造成就是 親子餐廳也是可以 它那個消費的價位 也適合得起了 松露麻油雞燉飯這樣 我是用黑松露醬 那它會跟麻油在搭的時候 會意想不到和諧 這道菜其實是台灣人發明的 台灣有一陣子很 很多餐廳都會有這道菜 好 我們剛剛這一面 一直聽到空空空的聲音 這個是那個耶 雞皮耶 雞皮喔 這要做的是雞皮的先輩 我以為是面膜還是 這不是面膜啊 你想要敷一下嗎 誰會沒事在料理 你等一下放一塊面膜 就是你等一下炸對不對 對 直接放在旁邊當小點 通常是有創意力的主廚 他們會想一個食材 所有的不同的部位 是怎麼樣可以做成 不同種的口感做法 所以把皮炸成酥的 就是另外一種口感 這是很好的想法 YES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 我有把我先做的 帕瑪森的醬汁加進去 等一下會打這個子彈 然後它就會變成 濃稠的泡泡醬汁 對 那做這個奶醬是為了就是 把花椒的麻壓下來 它會中和它的麻 然後我們要灌兩顆 兩顆 兩顆蛋氣才夠喔 對 會比較 氣比較足對不對 它這個就是 全陣子最流行的分子料理 初階款 對 初階款 大家在家也可以玩分子料理 就沒有那麼高高在上 昨天七夕情人節 我自己一個人在家 然後呢 下麵來吃 而且我下什麼誰的麵 顏雅倫的麵 屁耶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就把你那個麵條丟進去煮 然後呢 我媽打電話來說 姐姐 你在幹嘛 我們在過七夕 乾杯 然後我說 我在那邊自己一個人吃一個麵 然後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喝啤酒 那我們今天還要來錄影 所以 寂寞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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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想要有一個 像洪傑一樣的老公喔 兩個洪傑 在講我嗎 洪傑 誰在那邊一個人下手 我啊 我是寧可一個人就專心的吃 真的可以所有的味道都品嘗到 沒有 重點是 因為你那個一個人享受 是吃高級料理 我是只有 我用你的麵而已 可是我是配 我前一天剩下來 前兩天剩下來 沙鍋魚頭 我這樣過著吃 那也還OK啦 創意料理 沒有 就是家用料理而已 OK 純家用 你用什麼菇 我用 紅喜菇是讓它帶有一點菇香氣 松本菇的香氣 是點綴在最後的上面的時候 它的味道會更香 那這兩樣食材 其實我們都可以很輕易的 在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甄甄妳的菇呢 我用的是 是舞菇 洋菇 然後還有紅喜菇 妳有三種耶 對 我是用三種菇 因為每一種菇 它的香味跟口感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去堆疊出一個層次來 亞洲香菇很多做法 就是放在湯汁裡頭的 或是火鍋燙一下 這種濕的這種做法 對 但是你最能吃到 香菇本身它的香氣 是你如果讓它 一直裡頭的水分揮發掉 開始變一些Golden Brown 然後加一些一直是黃油 或是就是一點蒜頭 所以我看到這個步驟 它是Concentrate the mushroom flavor 這個會讓我覺得很開心 剛剛Jason講的就是 其實大家在說 蘑菇濃湯很好做 但是如果你沒有做到 剛剛他講的那個 你的香氣 蘑菇濃湯的香氣是不夠的 所以你要炒製的過程 是要很久的 你要把香氣炒出來 所以麻油燉飯的話 長輩也喜歡 然後那個軟度 是小朋友可以吃 所以點一碗 是全家都可以吃的意思嗎 我是希望你 不要點一碗吃全家啦 有精粉消費啦 對啊 你的老闆太想做生意了 不好意思 他還有一些副餐啦 好 我在炙燒蔬菜 對 增添另外一種風味 雞胸等一下讓他回溫一下 然後再見一次就好了 再見一次 對 時間掌握得很好 你的雞皮變成 很像是脆餅的那個 要佐著濃湯喝的已經好了 因為菜是可以很多元的去玩它 因為你皮 你丟掉也是浪費 對 那我們就把它做成一道小菜 最後4分25秒 雞胸肉這個樣子好像是很OK吧 好像還有一點juicy在裡面 有 很juicy 你看雞胸肉這樣不錯 其實雞胸就是要一個 溫柔對待它的東西 對 然後再把它放著靜置一下 對 靜置一下 就像牛排一樣 不能搶劫它 要慢慢的溫柔的 對 而且還要讓它先休息一下 對 讓它休息一下 對 真的 妳講這句話 好有日本的感覺啊 真的 妳知道他們剛剛講 愛講 他們前面在講什麼話題嗎 會被貼標 會被貼標 就是對它很好嗎 他們真的吃東西啊 美食是這種很sexy的東西啊 就是要吃的就是很 Yeah Get in there 所以 It's OK Get in there Get in there Yeah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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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你其實差不多快好了 對 好 燉飯 然後配料 對 雞 然後跟上面的雞皮都好了 因為時間已經來到最後一分鐘囉 這樣子配起來 有飯 有湯 有雞胸肉 剛好是一個set 他們那個來了 這個 哪有了 這個 這個 我要的名字 他們的名字 這一罐叫什麼 帕瑪森的泡泡醬 你看這個多難啊 60秒 最後擺盤 速度要帶起來哦 52 洪杰沒有問題了 他已經在擺最後的香菇了 45秒鐘囉 你看多好啊 如果是當雞胸肉的話 就可以給我打扮 然後就變成這麼時髦 你回去跟你老公說 請 20秒 9 8 7 6 5 4 3 2 1 請聽手 辛苦了 怕馬生雞胸肉 然後搭的是四川花椒醬 旁邊的菇可以搭配著 雞胸肉一起去吃 然後它會增加口感上的 一個層次 比較怕花椒醬的那種麻的話 可以搭配我們旁邊的泡泡醬 它會降低它那個麻的感覺 它的雞胸肉的處理方式不錯 它的雞胸肉的皮有脆 然後裡面的嫩度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點的 超過熟 OK 找個45秒 應該就會更完美 對 雞龍卡布奇諾 佐雞皮鮮貝 喝一口湯之後 再搭配一下那個雞皮的鮮貝 雞皮是帶有一種脆的口感 增加一個顛覆的一個層次的味蕾 那上面是奶泡 那奶泡打得會非常的綿密 在你嘴巴環弄 沒什麼缺點耶 老實說我自己覺得 不管是它香菇的層次 或者是它雞肉在那個濃湯裡面 你有時候咬到一絲雞肉 然後咬到一絲菇 這種平衡做得蠻好 然後它也不會 完全被濃湯的濃度 去蓋掉它那個 碎的味道 所以它還是存在著 但是我喝這個湯的時候 我有一點不能接受它的口感 會讓我想到煮綠豆湯 煮扇的那種 渣渣的這種 然後我發現它的 它的鹹度是差一點點 但是我可以了解這個 idea 但是有一些 execution上的 我會覺得差一點 是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最後一位 煮到大了光 洗了光的 多益的料理 今天的料理是松露麻油雞燉飯 它是一個出發點就是 大人小孩要一起吃的 我們店很多的客人都會 一道菜然後跟小孩子一起分著吃 飯好像有點過熟 就是因為我平常的店 然後都是以小孩子跟老人為主的店 大部分台灣人口味都會希望 燉飯是軟一點的 但是燉飯這兩個字就是要有顆粒感 然後麻油的香味已經有點苦掉了 對 有點太久了 我滿同意台灣的說法的 基本上你既然已經說是燉飯了 那你就不能說台灣人喜歡 對 因為你就是要做出燉飯 那加上我覺得你的下手有點重 所以不管是麻油或是米酒的味道 都有點點過了 那相對的你說 因為松露味道比較重 跟麻油比較搭的時候 你的松露的味道也沒有跳出來 最一開始整間攝影棚裡面的香氣 是你最想的 對 卻沒有把它留到最後 我覺得有點開心 我要把油溫再拉高一點 好 這個第二站很重要對不對 第一 你的顏色其實也要夠 然後第一 我跟你說話 不好意思 你好兇喔 有兇喔 有兇 今天最兇 這道菜非常講究是會說 粉漿的滑順度 再來就是火候控制 火候的部分是可以的 因為最後回炸需要15秒的時間 我必須說 真的是火候不夠 你也吃了這麼多次 但是這些細緻末節就是會 讓你的料理成敗的一個關鍵點 從我們最可愛的愛獎開始 請問你的選擇是誰 我選擇16號選手 16號選手 我們的珍珍一票 雅倫你的選擇呢 我選擇16號選手 16號選手 再獲了一票 已經有兩票了 恭喜珍珍 那請問一下 Jason 我選16號選手 16號選手 再獲得一票 三票 請問一下 除佛 我也選16號 16號 恭喜 恭喜珍珍 辛苦了 這邊請 請去領你的廚師跑 雞胸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滿難烹調 我也很意外 今天可以烹調出 這麼完美的一個熟度 滿意外可以獲得4票 這麼高的評價 阿嬤 我做到了 我晉級了 評審提到最多的是 我的米心是 軟的 可能因為我 以餐廳食物的經驗來看 只要米心是硬的 就是燉飯 被拿回去 煮軟的機率是還很高 這方面是我自己 沒有想清楚 因為我想表達的 並不是想導致說的是 濃濃湯 所以 製跟 我覺得是滿符合這個意思 歡迎 秉昕 乙欣 還有思宜 哇 高顏值組 三十分鐘倒數計時 我擅長的料理 主要是一些台式料理 和中式料理 像是川菜或者是撩菜 我自然我的刀工滿好的 因為我可以把 絲切的形狀是一致的嘛 一些人可能會 不太會切 會切比較慢的 我覺得我的刀工在 我自己是還滿有把握的 你今天要做什麼呢 鍋包肉 鍋包肉 你怎麼先從這個開始做啊 因為我怕我等一下手髒了 我就先弄 喔 有邏輯 有邏輯 到時候手抖 對 擺盤不乾淨 OK 但是你現在手沒有抖 還是有一點溢出來 你年紀輕輕 去偷包 鍋包肉是什麼樣子的料理啊 鍋包肉它其實是一道 非常著名的一道東北菜 然後它主要是 把肉 然後裹粉炸完了之後 再裹上糖醋 甜甜酸酸的味道 但是它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肉不能夠回軟 它一定要是脆的 咬下去還有那種 嘎巴嘎巴的那種聲音 嘎巴嘎巴 嘎巴的那種聲音 嘎巴嘎巴嘎巴 這一次是蘇格蘭炸蛋 因為我第一次吃到的時候很驚豔 但是我把裡面的水煮蛋 換成鹹蛋黃 我要做個中西結合 蘇格蘭炸蛋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料理呢 Fred 它外面裹絞肉 然後它水煮蛋之後 它只要裡面 它只是定型而已 然後經過高溫炸之後 裡面是溏心蛋的狀態 但是它今天用鹹鴨蛋 很創新 好像就已經失去蘇格蘭炸蛋的意義了 但是我沒有試過我不知道 我完全了解你說什麼 因為中間應該是RUNNY 是Liquid液體的 應該是要這樣 對…到時候看它的做法是 結果會是怎麼樣 OK 好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位 金醬肉絲 因為我覺得說第一次參加比賽呢 從來沒有面對鏡頭 我就覺得把我的料理盡量簡單化 才能夠去面對其他的挑戰 那因為這次 這次沒有配餅嘛 烙餅的時間是會 金醬沒有配餅 對 因為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是把它改良成就是 配小黃瓜跟那個蔥絲 然後因為本身金醬是比較鹹的 因為它是發酵的東西嘛 對 那所以我就偷偷加了一點洋蔥 絲炒在裡面 所以北京老師會砍我 他就也說這個不是金醬 是… 對… 有經過一點點自己的改良 對… 你要繼續煮燥喔 對 不然Jason會生氣 我覺得不錯 因為創意 已經是把原來的面食類的改掉 所以這個其實滿健康的 對… 你如果不能吃澱粉類的東西 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怕澱粉類的東西 繼續煮燥 一直很想停下來聊天 對 您過去是曾經在空中服務 對… 我本身是護理的背景 護理的背景 對 謝謝… 謝謝… 護理的背景 但是曾經又是空姐 現在又來做料理 對 那所以你過去是 飛哪一個線比較多啊 國際航線全部 然後之後下來 又跑去美國念書 我是念室內設計的 所以真的是… 斜槓人生 你斜槓斜翻了耶 對啊 所以切小胡瓜也好 切得好斜喔 你現在已經到這個 在我過去訪問的過程中 你做了什麼呢 我把鹹鴨蛋 就是取蛋黃的部分 然後現在要把它包進去 肉裡頭是有什麼佐料呢 我有加洋蔥 然後 巴西里燕 匈牙利辣椒粉 我大概在比賽前 吃了二十幾顆 然後都是不一樣配方的 對 所以算是自己發明出來的 你聞聞看 喔 這是什麼 卡斯達粉 我要醃製 等一下要裹的肉去炸的那個 那個褲 那個… 那個薑 你可以叫它麵衣 但它沒有像麵衣那麼麵衣 那我等一下做這個是酸甜口感的 那我還會加鮮奶油 我的鮮奶油呢 這裡 莫寂寞慌莫害怕 因為你來我就緊張了 他 他在撩我 對啊 你們有聽到吧 我有一個願望 我可以跟你許願嗎 當然 進去 我 你這個 你該不會想跟我 你有小孩了 對… 對 門打開… 門打開… 沒有打開我從這邊走 真切 氣死我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有… 你有老婆小孩了 你還在那邊撩我 真的是 我氣到來旁邊掃地 你為什麼有老婆小孩了 他其實是我的另一半的孩子 但是就是我把他… 他們是視如己出這樣 怎麼那麼好 你是好暖喔 天啊 算了啦… 真的啦 剛剛已經炒了醬色 炒了甜麵醬 因為台灣買不到北京的正統的甜麵醬嘛 那我是就是抓一下味道 因為台灣有的是偏甜 有的是那個偏鹹 那就抓一下比例 那這個肉呢 你剛剛有特地先抓煙或是幹嘛 要先醃過 用紹興酒先醃過 是不是要進入尾聲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因為時間剛好也是來到了十分鐘 最讓我會有一點害怕是 腳肉溫度控制 室內擺越久 溫度就往上 米頭的脂肪就開始融化掉 對 所以時間是有時間 但是也要考慮到 這個會怎麼樣影響到 到時候炸的過程 也許已經肉溫度太高了 本身還沒下過的時候 到時候炸的時候會散開來 好 你這個到底要不要再重新弄啊 沒關係就這樣吧 其實真的偏髒耶 其實我擺盤我真的不太會 我是為了這個節目 我有特別去想一下 但我覺得我還是把重點放在肉好了 我要把油溫再拉高一點 好 所以現在這個第二炸很重要對不對 其實第一炸跟第二炸都很重要 所以第一炸的第一 你的顏色其實也要夠 然後定 我跟你說有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好兇喔 有兇喔 今天最兇了 奇怪 他給自己定上 他在比賽耶 我忘記 我以為是外面啦 對啊 現場收音喔 不好意思喔 好 好 你剛剛說到第二炸對不對 對 所以他的第一炸其實 要再久一點點 然後第二炸的溫度要很高 一下去就要上來了 對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在挑釁嗎 不好意思 你會不會覺得他在挑釁嗎 不是 一直在嗶 我真的要三十秒啊 要三十秒 對 我幫你數 好 不用老師 不用麻煩的 他一直... 你在講對力啦 你在講對力 我剛剛不是有說現場收音嗎 他已經要那個了啦 奇怪 他現在那個三十秒很重要喔 現在來到五分鐘囉 五分鐘 各位... 我會有一點期待就是中間這一位 因為 我知道 很流行就是金沙類的東西 對... 但是炸的要多熟 是裡頭是會變成怎麼樣的這種口感 所以我滿期待的 好 時間來到了 最後 五十秒 加油...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上菜囉 五 五 五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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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還是要說 我覺得皮有一點厚 對 有一點像跟豆漿配的那個油條 中間有就是豬肉加在中間的感覺 其實這道菜非常講究 是不是說粉漿的滑順度 再來就是火候控制了 我承認我這個造菜的問題是 我的粉漿太厚 因為我剛剛最後的時候肉放進去 我肉有點拌不動 火候的部分是可以的 因為最後回炸需要15秒的時間 所以是粉漿太厚了 我必須說 真的是火候不夠 第一炸沒有達到它要的熟度 跟它的脆度的時候 你在第二炸其實對這個第二炸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這道料理其實已經做了至少有十遍 所以我非常清楚油在哪一個時間點 然後炸到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起來 所以我對我自己這道料理 還是有信心的 蘇格蘭炸鹹蛋 蘇格蘭炸鹹蛋 然後左這個是蜂蜜芥末加酸奶 我的裡面的是沒有熟 這個可能就是比較 因為比較大殼 對 現在又還是要熟啦 對 你沒打那個肉 我在咬的時候是直接就散開了 你也吃了這麼多次 但是這些細枝末節就是會 讓你的料理成敗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蠻可惜的 我其實蠻能接受肉的這種口感 因為原來的蘇格蘭蛋 通常也許是用到薩薩 薩薩的這種 然後英國式的就是薩薩 不是打成很細的泥 而是你可以吃到這種 比較顆粒的這種絞肉的口感 所以我覺得我的口感 不是問題 我會有一點想 為什麼要加鹹蛋 因為原來的糖心蛋裡頭液體 是很豐富 等於是變成一個醬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好像就是 也不是醬 也不是素質的東西 所以有一點讓我肯定 它有一點跟肉 全部都混在一起的 好 我們把這個評價先放心裡 我們來吃一下 思音小姐姐的這個肉 其實它就是趁熱吃的時候 它有那個酒的香氣 那本身它是肉有 經過一點點的調味 你可以吃到它的甜麵的甜 然後酒的香氣 跟一點那個甜麵醬 本身有的發酵的鹹 那個麵粉那種鹹味 乍看之下好像感覺口味很重 但是其實吃起來呢 滿清爽的 但是我覺得小小一個小建議 就是小黃瓜的部分 它沒有太爽脆的口感在 我應該把中間的去掉 對 因為它的中間的那個心肺 會比較軟 對 所以 所以就是 口感上面會有點差 那如果加上 泡一點冰水也不錯 對 一口肉跟一口黃瓜的時候 黃瓜會完全搶掉肉 所以可能 肉可以稍微粗一點 或是小黃瓜再細一點 你再吃每一口的時候 那個平衡才會對 好 三位都推出了 可能自己稍微改良過後的料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這回合 愛講三個豬肉的料理 你的選擇是誰 我選擇 我選擇二十一號選手 二十一號選手 恭喜獲得一票 雅倫呢 我選擇二十一號選手 二十一號選手 恭喜獲得兩票 已經順利晉級了 Fraid 我選 對啊 Jason 我也選 他的喬手總是可以變出 不一樣的東西分頭 真的就是怎麼能讓小孩子 營養要平均一點 所以全部都什麼菜那些 全部都是尬在什麼 南瓜濃湯裡面啊 你現在講話也很台式耶 現在是來錄影 他就攪檳榔了 喂 我的魚是不是要 剛才我有一個 我要瘋了啦 奇怪 我冷靜 他的鮭魚 已經算噴噴了 Fraid 我選 Jason 我也選 恭喜 21號選手 斯琳 宵琪姐 順利晉級 很高興我晉級了 可是一折喜 一折憂 喜是過關了 可是之後我覺得挑戰也會更難 炸物 就是因為我在練習的時候 我練習很多次 然後到後面就是不可能有 沒熟這種問題 但今天竟然就是有點偏紅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大家好 我叫陸巧英 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那我本身呢 非常喜歡美食 所以我從大學時代 就開始寫我的部落格 從有了孩子之後呢 就開始很重視飲食 再加上喜歡吃 所以我就創立了我的品牌 叫做巧食 希望用好的食材 然後沒有添加物 就像我做給孩子吃的初衷一樣 所以這是我對美食的喜愛跟堅持 我是克里斯丁 我現在是在經營一個YouTube頻道 目前是全職做大約三年多的時間 哈利 大家好 我是克里斯丁 然後我在上面呢 做了非常多跟料理相關的 吃事情影片 Vlog 還有一些自己的料理實驗 參加這個比賽 對我來講意義非凡 是因為我可以跟這麼多的好手一起比賽 那也算是一個自己的小小的里程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湖北寶BOBO 我是一名 Plus Size Model 我平常在經營大尺碼的部落格 我平常自己很喜歡做料理啊 紓壓啊 然後我也喜歡研究料理 參加比賽其實是想要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想要脫離舒適圈 去嘗試更多不同的可能 我想看一下我自己極限在哪裡 好的 讓我們歡迎三位參賽者 零巧入場 陸巧一 胡飛寶 還有克里斯丁 三十分鐘 計時開始 計時一開始 好棒 飛寶就以零巧的速度 先去洗了手 妳要做啥 其實我也有點忘記 沒有開玩笑 我要用香煎鮭魚 香煎鮭魚 對 我現在要先煮水煮蛋 我的醬料有用番茄 然後用蛋 料理的名字很可愛 叫 乾煎鮭魚座 番茄 剛剛是不是有聽到這兩個字 為什麼想用這樣子的料理呢 其實我自己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有吃過朋友做過類似在倒菜的料理 然後我非常喜歡 然後今天特別選鮭魚 是因為煎起來的那種金黃色澤 我就蠻好看的 沒有一些專業技巧 可能會比較大膽的去嘗試 這可能是我們的優勢 妳平常也是廚師嗎 不是 我只是 充其量是一個在家裡的廚娘 所以我其實真的很焦慮 因為感覺大家都是專業的廚師 而且我只要想到 他們現在用一個鏡頭在看我 切菜我的手就在抖 你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Coolie Steen 這次我要做的是 香煎鮭魚佐鳳梨Salsa 佐鳳梨Salsa Salsa 對 為什麼想做鳳梨Salsa 因為我覺得Salsa 它是一個非常清爽的配菜 然後很適合搭配這種油脂豐富的鮭魚 嗯哼 會選這道料理的原因是因為 從以前是看影片學做菜的 那Jamie Oliver他教了我 怎麼樣把鮭魚排給煎好 加上我自己的老婆 她也很喜歡吃鮭魚這道菜 我就很想要帶給大家 我先把乾煎稍微做了 有一點點焦糖色 然後我現在是要把它 配上一個優格醬 聽起來是很清爽的一道料理 是是是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料理呢 我要做百花魚捲 Jason你有吃過這樣子的料理嗎 我沒有所以我很期待 到時候擺盤是什麼樣子 你這個是自己學的嗎 呃我有去上過一些課程 然後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以前也是護理師 對 然後我對料理很有興趣 所以我會一直去看很多的書籍 然後自己去做研究這樣子 如果大家有在追蹤巧硬的話 對他一定不陌生 因為他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Blog 對 然後呢 也寫了很多關於料理的 育言的 對 我寫了十三年的美食部落格 然後累積的瀏覽人士 是一千四百多萬 什麼 一千四百多萬的 一千四百多萬的瀏覽 對 你做這些是等一下的配菜嗎 對 我要把它調味進去 然後就是要包到魚捲裡面去這樣 媽媽的巧手 總是可以變出不一樣的東西 不然每天都吃蒸魚啊 煎魚 小孩會很膩啊 對 真的 一到魚就厭世 會這樣子 愛講 怎麼突然有點感同身奏 真的 就是怎麼能讓小孩子 開心的吃飯 然後讓他們營養要平均一點 所以全部都什麼菜那些 全部都是 尬在南瓜濃湯裡面 對 你現在講話也很台式耶 滿台的 尬在裡面 尬在南瓜濃湯裡面 下一次來錄影 他就攪檳榔了 喂 魚 你剛剛說要有什麼 百花齊放 對 就是我現在要幫他做一個 展開花刀 就是蝴蝶刀 它會像那個 蝴蝶一樣就是 這很難切 對 你看他切的就是刀工 非常準 然後又乾淨又俐落 對 又快 又快 廚房裡面的辛苦的媽媽們 他們的刀工其實也真的不輸 有欣欣的主廚對不對 我也認為小孩子不會輸 餐廳裡頭的顧客 因為他們是要他們吃的東西 他們也有時間限制 他們的嘴巴也很刁 所以是一種另外一種的餐廳在家裡 對 沒錯 貝寶剛剛你做了什麼 我剛剛在燉這個 我說的番茄 因為我們剛剛最早跟你聊的時候 你還在做前面 對 我剛剛在切 然後你拿出了一個超大的 干貝 對 你是不是每辦法一心而用 對我來講這是興趣 不是我的專長 所以我就有點焦慮 不要焦慮啊 對啊 我們大家都是因為這樣 怎麼了 怎麼了 沒有啊 有點焦 不需 非常焦 等我冷靜一下 碰到了干貝 還有它的鮭魚 還沒有開始弄 煎干貝的要絕Tip 干貝好的是中間不要完全熟 裡面不要有餘溫 對 要不然當裡面有溫度 太高的時候 它會把干貝裡面的水分 你會把它逼出去 我可以偷問一下 還有幾分鐘嗎 15分鐘 好 時間過離半囉 好 你是不是做得這樣子 是是是 你剛剛做什麼 我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我的鳳梨 洋蔥 小黃瓜 香菜 希望大家都吃香菜 把它稍微切丁 然後混合在一起之後 加上一點點鹽巴 檸檬汁跟檸檬皮 稍稍的部分已經完成 現在是 現在我要來煎鮭魚 最重要是皮要完全乾 越乾越好下鍋的時候 這樣子是慢慢的脂肪可以流出來 沒錯 但我在這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稍微先撒一點點鹽巴 然後讓它稍微一點點的 簡單的醃漬 然後下去煎 對 旁邊的背包又傳出了聲音 我在纏角 我忘了切鮭魚 你知道嗎 你已經翻到 魚肉那一邊在下面了 我根本不會做 沒有啦 我本來是要用魚塊 結果我剛剛太緊張就 全放下去 沒關係 不要緊張 那個Jason老師 你可以請你下來 幫我們看一下嗎 也許你的魚要翻到皮面 再烘一下 好 Jason老師來幫你看一下 謝謝 因為有脂肪 它可以保護它不會過熟 所以Just leave it 就是要小心不要嚼掉 為什麼妳有放蛋在裡頭 因為我其實是平常吃到的蛋 大家都是直接煮 可是我自己吃過水煮蛋 加在這個料理裡面之後 我覺得它的味道 會變到另外一個口味 這就是我說 我覺得滿喜歡的原因 巧音媽媽到來哪個步驟了 妳東西都丟進去了是不是 是 妳這個是要稍微 開的嗎 他沒蓋好 他就是想說是一個東西 芒果用的是什麼品種的 蔓文 會怎麼樣搭配在料理裡面啊 等等看就知道了 對 賣關子 所以我把起司的部分 等等會再給大家一個驚喜 這是我大概畢業以後 做的第二次了 它味道搭不搭是絕對是搭的 那至於好不好吃呢 等你吃了以後 你再告訴我好不好吃 今天這一組廚師 我們都不太敢說什麼啦 對 我們就是靜靜的等就好了 那妳現在在做的是 我想把它裝飾比較漂亮一點 就是讓小孩子看起來食育也會比較好 然後妳為什麼是選這種魚呢 我選的是無毒的鱸魚片 我是孩子的媽媽 我自己其實也是護理師嘛 所以我對食材特別的講究 然後他其實也沒有什麼刺 然後又很軟嫩 對 所以滿適合小朋友刺 對 他的刀工真的很厲害耶 他要的是 對 他要的是他這樣切面起來 很像花瓣的樣子 都已經是有想法都思考過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 天啊 我的偶像稱讚我 好不好 OK 我們就讓妳繼續 好 謝謝 Good luck 看起來非常的順利 Selmon的香氣已經開始跑 是的 沒錯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有油脂在那邊 就慢慢的把這個皮烤 然後把油烤出來 到時候皮變成脆的 這是美味 盡量讓表皮煎的時間 大概超過70% 然後最後再攪一下下就可以了 台灣的鳳梨比較難做料理 因為它沒有那種本身的筍 Yes 太甜了 所以你也許要代替用 不同種的這種酸類的東西在家 否則本身是太甜 會搶都過其他的味道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做的一個鳳梨優格醬 這個鳳梨也許是比較偏甜 優格有這種酸度 也是一種想法怎麼樣處理 這個甜 Yes 貝寶 What's wrong with your assignment I think that's overcooked or something OK I'm not sure 它這個Simon到目前看起來是OK嗎 I have to cut it 你如果Simon看起來 白的這個蛋白質的類的 已經開始流出來了 等於是表示已經開始有一點過了 好 謝謝 那是不是趕快起來了 Yes 聽到就開心了 趕快起來 OK 謝謝 不要忘記擺盤 OK 謝謝 你的好華麗喔 謝謝 但我才想到我還忘了切一個東西 應該還有時間 還有5分45秒 OK 餐廳菜耶 我的魚是不是要 剛才我有一個奇怪的音頻 我怎麼在這兒呢 好像是車禍的聲音快發生了 冷靜... 很快啦 好 我冷靜 我冷靜 啊 我的鮭魚啦 啊 他的鮭魚 我在料理之王的節目嗎 啊 我冷靜...對不起 他的鮭魚 已經算噴噴了 魚在那邊飛來飛去 對 這樣啦 這奶油不能用 不能用了嗎 它黑掉了 媽媽來 可以的 你現在不要開火 你鍋內溫度還是很高 不要開火 不要開火 直接下去 不要動 好 不要動 我先處理這個悲劇 你的干貝 貝寶加油 你要看一下喔 干貝要輸一下喔 過分 然後沒問題 翻 我崩潰 好 冷靜 沒關係 至少它是我重新做的 這樣想 輕輕輕 用膠的 對 輕輕 你看到干貝膨脹 就表示它熟了 好 看起來熟了 倒數60秒 最後關鍵的幾秒是很重要的喔 好 強硬媽媽的很漂亮耶 謝謝 超級美的 最後十秒鐘 乾貝不要忘記放上盤子喔 五秒鐘 四 三 二 一 請停手 大家辛苦了 好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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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比較多是用食材的原味 我們家都吃得比較清淡 然後是給小孩子吃的 因為我提倡少油少鹽這樣子 剛剛完全沒有吃過這道料理的 傑森 看得就是很雅致 我認為你做事也是非常雅致 魚你處理得非常好 他的皮裡頭的膠質都已經化的 唯一的我會有一點 悲傷的就是 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鹽分不夠 是吃得很爽口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再加多一點鹽 你可以把裡頭的味道真的是提煉出來 往上提升 是 如果是給小朋友吃的話 愛講應該也很有心得對不對 我覺得小朋友吃是非常OK 滿有贏 小朋友是絕對是可以推薦的 接下來我們吃一下 被保的 有一點 很奇怪嗎 因為有魚露 我覺得調味是不夠 番茄的酸度就是酸而已 然後它的甜度沒有煮出來 好像是你的蒜頭切成一粒一粒 它的口感變成非常黏黏的 所以都黏到我的牙齒 那是什麼 那是那個蒜頭油 就蒜酥油 酥的蒜在泡成這個湯類的 液體類的東西 它會吸收 然後就變成是 還是黏在我的牙齒裡頭 黏了 干貝的有一個技巧就是 干貝旁邊會有一塊小的肉 這個到時候煮的時候會變很老 所以基本上是在餐廳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拿掉 idea是好的 因為番茄酸度可以解 鮭魚的油脂 但是我覺得 處理的是有一點不是 很成熟 yes 好 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把這些經驗學起來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位的 克里斯汀 這道是香煎鮭魚配鳳梨燒沙 然後會有一點點的 焦糖鳳梨跟優格醬 每個人都可以取得的食材 然後盡量讓各種風味 都能夠組合在一起 然後我在鮭魚上面 蘸了一點點薄薄的蜂蜜 所以它又會再多一點點的風味 Fred覺得怎麼樣呢 他是今天... 我必須說今天鮭魚煎最好的一位 喂 對,不管是它的脆度 跟它的油脂相繼 它的瘦度、吸掌握都非常好 優格的跟油脂的搭配 然後再配上旁邊的清爽的感覺 其實是滿多元化的 然後在最後再咬到那個皮的時候 那種脆度其實是 比如說今天表現最好的鮭魚 謝謝 不錯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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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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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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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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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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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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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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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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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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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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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階段我們一樣從可愛的愛獎 開始給我們你的選擇 我選擇 二十七號選手 二十七號選手 克里斯汀一票 亞倫請問你的選擇呢 我選擇二十五號選手 二十五號選手 巧姨媽媽一票 浩宝Jason 我選二十五號選手 目前獲得兩票 恭喜晉級 Fred 你的選擇呢 我選二十七號選手 二十七號選手 克里斯汀也獲得兩票 在這邊恭喜克里斯汀 還有巧姨媽媽 恭喜順利晉級 背包沒有關係 沒關係 我們先暫時去帶定區 好 如釋重負 這壓力都小很多 對 非常開心 我們是備飄的家庭 然後在台北沒有任何的親戚 就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忙 所以小孩從小到大 從出生我就是放棄我自己原本 很好的工作 然後全職帶他們 出來比賽到現在 也會覺得好像沒有陪伴他們 算他們就是會替我開心 但是心裡會有一個覺得 內疚吧 我心情現在其實鬆了一大口氣 就是我剛剛真的太緊張了 對我旁邊兩位參賽者 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我好像一度一直在尖叫 因為我剛剛鮭魚真的很瞎 我居然整片就這樣催淚 腦子跟手有點使不上 但是我不後悔啦 我覺得至少我努力去 做一件我自己 我雖然沒把握 但是我盡力去做 對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一定要拿出一些就是真功夫 給大家來看 可以講究何必講究呢 對不對 他們在最後擺盤的時候 眼神都開始有點不一樣了 5 4 3 2 1 豬肉不是每一種豬都可以 這麼深嗎 這位非常的想吃 可是實在是太像我的 現在穿的衣服的顏色 覺得這些 有一點像一個漢堡 就是疊很多東西 但是有沒有邏輯 我還要考慮一下 陳瑞穎 林立群還有鄭百成 歡迎三位 一樣的倒數三十分鐘計時開始 這個是什麼的醬 這是荊棘 荊棘醬 就是配合夏天 然後再加上最近水果的部分 因為外銷有問題 那果農比較辛苦啦 所以會用當地剛好特產的水果 芒果來做 還有芒果乾配豬肉 配松阪豬 會怎麼樣搭配在料理裡面 等等看就知道了 賣關子 等等看就知道 好 麗群有在我們的那個海選當中 拿到金鍋彩 然後今天要用什麼樣子的料理 來迎戰呢 我今天選用的是豬梅花 做的是香煎豬梅花 做香蔥豬肉醬汁 那我想用套餐的份量去呈現 套餐的份量 好 擺成 怎麼了 怎麼了 沒事 沒事 怎麼了 忘記去買這個去籽的啦 忘記去買去籽的 所以現在這邊挖籽 對啦 做什麼料理這麼特別 香煎豬排 或焦糖蘋果 豬排果那個焦糖蘋果 其實是大家對這道菜其實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祭地印象會很重 腦袋裡面會有一個想法 所以就要看它怎麼樣去讓我們 新的一個碰撞才知道 第一次有人打開的冰箱 第一次出現 冰塊 冰塊 你要冰角要幹嘛 等一下會泡小黃瓜片 增加脆度 增加脆度 剛剛那個 適應姐姐的那個小黃瓜 就是沒有這個步驟 小黃瓜的部分 它沒有太爽脆的口感在 泡一點冰水也不錯 對 你剛剛是不是有聽到 我跟他講 沒有 你也是很胖胖 你就說有會怎樣 你奇怪 但他自己原本就知道了啦 不是聽你了 這個是什麼啊 這叫櫻桃蘿蔔 它是韓式它也當生菜在吃 它就是吃起來會多增加脆感 有的時候夏天因為熱 重的時候是氣候熱會變得很辣 但是因為是泡在水裡頭 這些的辣味可以去掉 所以這些就是小技巧 但是讓我們知道就是 它對每一個食材的關心 是相當高的 所以我看得很高興 我會先煎梅花豬 然後會先一些蔥打蒜 去爆點香料 為什麼是選的梅花豬的這個部位呢 這次選梅花豬 就是它有瘦肉加脂肪的口感 去呈現它不一樣的味蕾的 火候要注意喔 先大火 再小火 我想問一下24號 它為什麼是這種做法 因為蘋果還有的紅色的包心菜 會讓我想到這是比較中歐的做法 這是你吃過的還是 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是從那個 Gordon Ramsey的蛋倒菜 所以我就是盡量去 它有什麼 就盡量去 還原它 對 還原它 對 你剛剛炒好了一個咕咕 然後現在要進行到下一個步驟了嗎 對 我把肉要醃要煎 等一下要組合下來 芒果用的是什麼品種的乾的呢 是用蔓文 新的品種 因為它的甜度沒有這麼高 因為我的 芒果乾的甜度很高 如果我又搭很高甜度的新鮮芒果 嘴巴的感覺是很膩 然後都是水果的味道 你帶不出來豬肉的味道 它還有其他的蔬果 用芒果入菜比較危險一點點 我知道 對 因為它用不好的話 變成榴槤 對 可是我沒有要給它加熱 它受熱之後 它會產生另外一個香氣 加上如果我們有 比如說加一些大蒜的東西 在裡面的時候 它的那個味道啊 會非常讓大家不能接受 對 所以用芒果入菜是一件比較 你不能加熱 真的不能加熱 時間剩不多囉 都開始打掃了 好快喔 我發現它是很注重桌面捲結的 因為它從一開始 每個步驟都在整理 它是標準我們在廚房會 很開心的員工 做到哪裡 差到哪裡 然後它很標準就是 它一定會所有東西移到右邊 然後丟到熱水桶裡面去 永遠保持桌面清潔 對 我們會非常開心 但不會加深 有押韻 單押 好棒喔 好啦可以 加獎一小隻 現在你要塗料了對不對 給它塗色 先畫盤 這個是什麼醬啊 濃縮的芒果 有一點酸再一點甜 酸酸甜甜的 對 我很期待它到時候 最後擺盤是怎麼樣 有的時候畫得不好 會讓你想到 是沒有擦乾淨的東西 那你的肉好了嗎 等一下還要煮一下 還要再煮一下 對 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做醬 這個好香喔 這顆是什麼酒啊 那個 蘋果白蘭蒂 等一下把味道肉放回去 再煮一下 那這個呢 這個粉末的 就是黑糖 黑糖然後放上蘋果 感覺它的東西很豐富 但是不知道最後組合起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剩下六分鐘 哇 陳飛 你的肉 你 最後六分鐘囉 難得起喔 難得起 OK OK 它很帥 它有自己的節奏 所以其實你剛剛配料 都弄好了嗎 其實肉最後下去 起來就可以了 對 然後底下會有櫛瓜 烤過的櫛瓜 烤過的櫛瓜 好漂亮的顏色喔 可是顏色剛剛好啊 對 就這樣直接擺上來 對 是OK了嗎 你的肉 應該快好了吧 它這幾個配件 好像都彼此滿不熟的 但是最後放上去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感覺 期待耶 你覺得熟度可以嗎 我希望可以再稍微熟一點 熟一點 所以你剛剛去沖洗鍋子 在動一次 對 好 還有兩分半喔 接過來了 他們在最後擺盤的時候 眼神都開始有點不一樣了 跟剛剛 30分鐘開始倒數計時的時候 1分 15秒 好 我以為他會用那個 鬆板柱去包一個券 或是什麼 你看他 火車之後 就是直接 踏上去 Jason他的擺盤好了耶 中間 的這位選手 有不同種的顏色很顯 然後 盤子又是淺色的 所以深色的畫過去 是很有 contrast 不錯 他的擺花了 20秒 擺盤也快好了 8 7 6 5 4 3 2 1 好漂亮喔 上菜囉 1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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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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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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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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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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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香蔥豬肉汁 那這次豬肉我特別買了 台灣自產的黑毛豬肉 所以品質上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會把深熟度抓得 比一般的豬肉再稍微深一些 然後旁邊白色的點點 我是配上一些 Galic Puree 去搭配起吃 那Sauce的話是 醬油配上糖去濃縮 讓它有個Glass上面 然後Shine在那邊牽牽 豬肉不是每一種豬 都可以這麼深 是 這妳知道吧 對 所以這個深熟度 我反而會建議大家 盡量不要 對 我也非常的想吃 可是 實在是太像我的 現在穿的衣服的顏色了 對 非常可愛的粉紅色 所以就是有一點 覺得自己怎麼 沒有再更思考清楚嗎 深熟度比較要抓熟一點 因為我後面發現 時間大概開始一點 倒數大概五分鐘以內 我會建議吃 可是我覺得時間上 掌控沒有到很好 對我來說是很完美的展現 因為它的Sauce 還有所有的東西在盤子上 完全是搭的 所以Sauce是偏甜的 是 但是它有蒜頭做的這個泥 是煮過的 所以變成很溫厚的 這種Galic Taste 最主要 我有的時候很討厭 就是上面撒了一大堆 沒有用的這些小菜苗 這些東西 但是補救這道菜的甜度 是因為你有放西洋菜 西洋菜生的有一種 蔥的這種flavor 所以你如果把它全部吃在一起 我再找一種解甜的這種 就是這個西洋菜 所以我覺得你所有的元素搭在上頭 是完美的 好 它都不是亂放的 它的所有的技巧 其實是真的是有功夫的 其實在食材上面的 可能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好 沒有問題 我們來吃一下 下面一位的擺成的料理 還是這樣 我覺得我有點像在吃 中秋節跟同學去烤肉 在吃 OK 我抱歉 基本上概念是好的概念 因為不光是有肉 有一些酸的 就是包心菜 紅的包心菜是有酸度 還有蘋果是甜的 所以這種綜合是有酸度 有甜度 每一個元素是有邏輯的 但是它的展現的能力還是 執行力還差點 煎豬排的這個手段要很高明耶 豬排真的很難 對 要熟又要好吃 其實豬排 應該算是 魔王籤耶 我說真的 因為它的變化性其實非常少 再來它的熟度很難掌控 好啦 接下來是 我們評斷的時間囉 請問一下亞倫妳的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 他們都是曾經任職旅行推薦餐廳的廚師們 你們可以選嗎 應該特別有選擇 對 可能妳要選擇 好嗎 天啊 怎麼那麼厲害 太好吃了 所有的元素搭在上頭是完美的 可以不選嗎 不行 搖榮要先還是艾獎先 不好意思啊 我選擇 29號 你們故意 愛獎 你的選擇 是哪一位 我選擇 二十三號 好 恭喜一票 愛獎 好 我雖然沒有吃到肉 可是我選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 對 因為這個醬汁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好 Fred 我給 給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 恭喜二十三號 目前獲得三票 Jason 我的選擇是 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 恭喜二十三號選手 可以獲得我們的廚師袍 恭喜順利晉級 這邊請 心情有點不安 因為其實剛才 雖然評審所搭配上 都還算不很好 可是我自己覺得 我在肉的身手掌控方面 還沒有到非常的好 我們可能每個人想表達主題 不一樣 我們就是吸收這次的經驗 然後下次讓自己的東西變更好 可能我的技法沒有那麼好 組織能力可能也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在做的上面 會感覺有點手忙腳亂 我覺得可以再精進的是這一塊 然後我覺得可以再多對食材的一些認識 因為對 我覺得豬肉煮這麼久 得到的答案是 那個中秋節烤肉 大家好 我叫陳柏翔 我目前在S Hotel裡面當任副主廚的角色 擅長的料理是歐陸料理 我覺得做為一個廚師 最主要就是尊重 不管尊重食材 還是尊重任何一方 做料理就像說故事一樣 把你的故事去說給吃的這個人 我覺得會帶給這個料理多一幫樂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eff 我在上海工作有五年之久 我在回來台灣之前 我是一個米其林餐廳的主廚 我認為廚師最重要三個元素 一個是健康的身體 不斷追逐榮耀的心 還有一個就是謙虛的態度 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廚師 他不是只有把料理做好 更重要是如何會做人 大家好 我叫呂振偉 目前待過兩間到三間不同的米其林餐廳 都是在洛杉磯 以及一家在台北的一星餐廳 我覺得米其林餐廳 它可以鍛鍊的是你的味覺 以及就是創作性 身為一個廚師該有的特質 我覺得是一個覺悟 可能這一道菜我們做了十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 對於今天來食用的客人 這或許是他們的第一次 你怎麼再僅有一次的機會 呈現最完美的給客人 這是身為料理人應該要有的覺悟 他們都是曾經任局 以及推薦餐廳的廚師們 施潔夫 陳柏翔 還有呂振偉 歡迎三位 計時 開始 首先在我身邊的是施潔夫 施潔夫 施潔夫是你的本靈嗎 對的 你看你的格西就跟人不一樣 這個是你要做什麼樣子的料理啊 這是一個低溫烹調筋 最主要是用來回溫我的肌肉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凱撒沙拉 我把凱撒沙拉做成了一個 比較現代版的版本 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很喜歡把一些西山的元素 跟中山的元素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像我這次 在醃雞肉的時候 我放了一些醬油 我在擺盤的時候 我放了一些海苔粉 用成另外一個形式是 我Jeff版本的形式 來呈現給大家 一般吃是冷的 那我這個凱撒沙拉是熱的 對 溫熱的沙拉 溫熱的凱撒沙拉 對 最重要的 你覺得它的靈魂 Keypoints在哪裡 我把它所有的原物料的結構 全部把它拆開來 重新再組合一次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它是一個凱撒沙拉 但是其實它跟傳統 你看到的凱撒沙拉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你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油蔥雞飯 改良版的 我的飯用 蕎麥去代替米飯 油蔥我是多加個柳丁 柳丁 對 讓它就是 變2.0的油蔥醬 我們說服是一個香港人 我想要跟他致敬一下 所以選擇油蔥雞飯 就是油蔥 我們有加了柳丁 可能跟一般吃到油蔥的味道 不一樣 而且我的蕎麥又是 用昆布柴魚啊 還有味醂 醬油 清酒下去做 可是出來可能會有一點 這是他教你一個 很重要的料理 但是你想要把升級版還給他 對 是的 你會講這麼狠的話嗎 一般不太會 你們夫妻吵架會怎麼對嗎 哇 夫妻吵架 就我在那邊呱呱叫 呱呱 你是用 對 你在壓什麼 就是 讓他 可以 比較多接觸 就是表面讓他平 表面讓他多一點 跟剛剛鮭魚的道理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可能偷學他的 對 鄭偉 你要做什麼料理啊 我是要做一個 這個就是新舊法式的一道料理 那他這個全名 中文我不太清楚 那這道菜的英文 它是那個 stuffed chicken 那裡面的fars我是用 就是雞肉丁 然後還有那個糖炒栗子 雞肉丁跟糖炒栗子 對 雞腿肉把它 把食材包覆在裡面 然後做成一個球形狀 那這個是在法餐裡面 非常傳統的一道菜 那醬汁的部分呢 我是用紅蘿蔔去當底 紅蘿蔔它的甜 可以帶出雞肉的鮮 有趣的是是裡面 裡面你不知道是包覆了什麼東西 吃的時候要帶一點娛樂性 娛樂感在裡面 這樣子吃飯的時候 才會帶一點歡笑跟歡樂 這個雞肉是你剛剛把它 枝解成這樣子的嗎 身為職業料理人我喜歡就是 呃 他已經分解了 部位以及就是 老實在用我自己習慣的部分 既然都是挑戰料理之王嘛 那我們一定要拿出一些 就是真功夫去 就是給大家來看 可以講究 何必將究呢 對不對 可以講究 何必將究 你現在哪個餐廳 餐廳還沒有開 目前就是還在籌備當中 就有點小小可惜 因為就是疫情的關係 你做到哪裡了 我就是做油蔥雞醬的 有油蔥 因為裡面有蔥 蔥我就是用蝦魚蔥 因為剛才我看到有一個 選手也是用蔥 他就是用一般的台灣蔥 所以我跟他用不一樣的 廚師齁 你這個一上料理台 整個人那個皮就繃得很緊 六斤不認 對 應該是沒有啦 你們兩個剛剛不是朋友嗎 朋友還是要做啦 不然的話到時候 有什麼食材不夠的話 還可以到人家的餐廳裡面借一下 沒有吧 以上來就是要點播 不會啦 跟他們都還是朋友 確定 真的 Jeff 你現在在打什麼醬汁 我現在在做一個凱撒醬 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而且我堅持我一定要現場 把它製作出來 現場 對 因為我選的蛋是可以 生食等級的蛋黃 所以它蛋的香味也比較重 所以我需要現場製作 然後它的味道會更新鮮 所以我把裡面的起司 把它抽出來了 那我一樣有放到青菜 也有放到青菜 但是我把起司的部分 等等會再給大家一個驚喜 好棒喔 起司抽出來 可是會用別的方式呈現 那我們來看正偉的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是雞肉的法子 好香喔 你加了什麼 我用了 我用了蒜頭 那個杏鮑菇 然後雞胸肉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點點 然後去做一些基礎調味 然後還有再拌一些奶油 讓它香氣更重 好怪 然後我覺得這個概念是 非常經典的就是 有香菇類的東西 但是有加肉 所以肉的汁這些鮮味 可以跑在香菇裡頭 所以這種的 Far stuffing裡頭 這是好的概念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種的部位都有用到 它現在正在一層一層的 在把這個肌肉組裝回去耶 對啊 外面的皮 然後肌肉 然後你把剛剛炒好的料 放在這裡面 沒有錯 這是我大概 好厲害 畢業以後做的第二次了 那它是把它做成一個 圓形的形狀 然後有點像是 Easter egg的 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 它裡面是加了什麼東西 如果你沒有看我裡面 是放什麼的話 但是想問一下 這是你個人會喜歡吃的 還是為了有這種 有趣 驚喜的這種 它味道搭不搭 是絕對是搭的 那至於好不好吃呢 那等你吃了以後 你再告訴我好不好吃 謝謝 今天這一組廚師 我們都不太敢說什麼啦 對 我們就是靜靜地等就好了 我最怕的就是 很有經驗的主廚 就變成好像是 完全是技術流 技術流 對啊 我們的壓軸組 然後都是很厲害的大廚 我覺得我們要 找一位那個 厲害的評論家 來幫我們給一點意見 我們請雅倫上來看一下 好不好 給一點意見 你是不是留到這裡 留到整容 沒有啊 很多你都還沒有上來 給意見過 我點出來是不是 他的問題在哪裡 看不太懂 是一個有溫度的東西耶 低溫烹調 因為我剛剛在經過這個走廊的時候 就看到這一盆 然後裡面也沒東西 想說是養魚嗎還是 對 我們看到這個 只覺得在養魚 你真的是讓我上來小白癡 沒有 蕎麥進來了 蕎麥進來了 蕎麥是不是比藝人好料理 沒有 比他懶料理 懶料理 這個是 清酒 清酒 對 你會挑什麼樣口味的清酒 是爽一點還是 用大米醇量的那種 大米醇量的 大米醇量的 這個差別在哪裡啊 大米醇量會比較甜 是吧 對 有內 有內 有 我有 我是愛吃 我吃貨 謝謝 來 余哥 我們再來最後一位 這個是Cabbage是不是 這個Brussels Sprout 包子橄欄 剛剛前面的選手也有人有在用 對 剛剛有看到 肢解這個機是學了多久啊 大概 真的的話大概是六年吧 原來是同時進行不同的東西啊 所以就是總結下來大概是六年 然後也有玩一些 鹿肉啊 兔肉啊 因為法餐這些東西都 法餐 法餐這些東西都是他們喜歡玩的 請問你在學這個六年當中 有割到自己很多次嗎 有啊 有被燙過啊 他剛剛肢解得很快耶 對啊 還有最後的七分四十五秒 你還需要我在這嗎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可以走了 加油 加油 這個肌肉 我把這個肌肉把它煎過 那在煎的時候我用了一些Butter 把它焦化做成Brown Butter 然後放了一些大蒜跟Thyne 讓它去做遊靈的一個動作 對 這個其實是我跟那個Philip學的 真的啊 對 他教我的 在昨天彩排的時候 為什麼我那麼勉腆的笑呢 我覺得他們三個怪怪的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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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說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你們還剩下最後五分二十秒 它的溫熱開灑 沙拉已經要好了 它的油蔥 雞飯看起來還沒有好 這個菜有做了什麼樣子的 風調方式嗎 放了很多的起司粉 還放了一些海苔粉 海苔粉 其實每一道菜 它都需要有一些鮮味 所以我就在這道菜裡面 增加了一些 平常不會看到這種低溫的 對 這個機器 但是是在餐廳裡 是很實用的 真的 也不會煮過 然後很方便就是要 人家點菜的時候 很快就上色或是在finish 而且你可以真空包裝 你要這些生的食材 然後裡頭加什麼香料 全部都vacuum seal 那個味道都可以入味的 Jeff 那個蛋是生蛋 還是有調味過 這個蛋是我剛剛丟在 低溫烹調機裡面去做 我所謂 它算是半熟的蛋 OK 但是它是 好厲害 有加熱過 我用了一個橄欖油 那是橄欖油裡面 有一些它的風味 這邊也開始好了 你剛剛說很難的這個蕎麥 你覺得 好啦 好啦 百分之百 對 這個丸子好了 最後再炙燒 對 讓它有一點choco flavor 那個雞皮 那個雞皮 好香喔 然後你這個剛剛是下去 炸 炸過 包子橄欖其實去炸的話 它的香氣是最棒 還有它的脆度 所以現在等一下給觀眾 跟來賓的話 不知道還會不會脆 30秒 夠嗎 時間 我們最後一組壓軸 厲害的大廚們 要為我們上的料理 還有最後10秒鐘 5 4 3 2 1 請停手 謝謝 辛苦了 從一個很傳統的 卡薩薩拉去延伸出來的一個 不一樣的做法 放一些酸豆 甚至我上面放的是小黃瓜 所以我其實我想傳達 這道菜的訊息是 即使是 卡薩薩拉 它還是可以很平衡 它還是可以吃得很舒服 我的天啊 什麼事 太好吃了 那果然是壓軸組 是不一樣的 謝謝 嗯 Jason 你說你沒有吃過這樣子的 這個版本的海莎莎啊 我特別是欣賞你的 Caesar Salad的醬 它的香氣從橄欖油 very fresh味道 雞perfect 也是完美的這種嫩度 然後熟度 唯一的會讓我覺得是 也許是多餘的是 蛋黃 因為我覺得你的醬已經夠好 我不認為家裡的蛋黃是有 好像有搶到它的作用 你知道嗎 但是整體來講加上小黃瓜 一種非常新鮮的脆度 我覺得是所有的味蕾都有被刺激到 讚讚讚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位呢 油蔥雞飯 飯就是改為蕎麥 只是我就是做那種 也是壽喜燒的概念 所以會偏鹹一點 壽喜燒嘛 是日本的料理 對 是 然後你剛剛放東西的時候 就是先放的那個酒 對嗎 然後下一個放的是 我記得是醬油 味蕾 味蕾 對 就沒有放糖 對嗎 因為我是怕說它太甜 日本菜煮的時候是有一個 就是 茶的話是 砂豆 先放砂糖 砂豆 然後是以前的人說 就是醬油 是醬油 放醬油的時候 我馬上問就是廚神 因為我不知道 會不會過鹹 對 鹹度是有點太高了一點點 OK 但油雞飯不就是要這麼鹹 而且你單吃它的那個蕎麥的時候 你是發現它鹹中 會突然後面來一個甜給你回雞 那就是好吃的 對 這個雞夠鹹 你真的是可以吃出來 它的很濃郁的鮮味 所以我覺得上頭有一些 這些水果香氣 是等於是把它平衡出來 謝謝老師 它必須就是把肉跟皮褹分開 然後再重新組裝回去 那醬汁的部分 我是弄紅蘿蔔去當地 再加上雞高湯去做 沒有 好漂亮 我覺得 很好吃耶 剛好合你們的胃口 紅蘿蔔醬它是因為比較甜 那跟栗子也比較搭 栗子還有brussel sprouts 這些東西是讓我想到秋天的 所以我會想會不會到說吃的時候 是味道太重或是很heavy 反而吃完是味道是很fresh OK Yes 我們希望龍蝦 這裡有什麼東西 第一次 我們當然要和大家一起吃 我們一起吃 我們七次 我們可以再吃 二次 我們可以吃 如果我們不知道 然後大 現在呢三位都是非常厲害 非常有水準的大廚們 現在要給 可以不選嗎 不行 一定要選喔 所以不能Pass 我先來 好 Jason 給你選擇 我選 我選 28號三賽者 28號 恭喜獲得第一票 Fred來 我先 我選30號 30號 廚師獲得一票 雅倫又先還是艾蔣先 我可以 不好意思啊 我選擇 29號 你們故意 讓你尷尬一點 來 天啊 艾蔣你就憑你的感覺 給我10秒 好 可以 三位廚師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但是呢 不知道艾蔣心有所謂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很主觀的 好 艾蔣 你的選擇 是哪一位 29號選手 29號選手 恭喜 他剛剛以為你不會選他了 你真的是 你這個壞蛋 我本身是非常喜歡吃少奇燒 我從來沒有吃過 就是雞肉一般都是牛肉的 雖然它煮出來的味道 是偏鹹一點 但是我覺得就是可以調整 而且是他的創意 我非常的喜歡 恭喜29號廚師 請到我們右前方來領廚師袍 恭喜 那也謝謝28號還有30號的廚師 我們先稍坐休息 耶 進級了 這兩個是我最害怕遇到的對手 可是最後贏了他 其實我自己都嚇到 真的差點哭出來了 滿可惜的 老師們對我的菜就是 稱讚的比較多 那其實內心難免還是會有點小小的失落 終於解脫了 可以好好的就是準備自己的事業 可以就是讓機會留給年輕人 就是留作一個人生經歷的一個旅程吧 我們先恭喜已經確定入圍的十三位廚師們 恭喜你們也辛苦了 在我身後呢還有十七位 暫時在帶定區的選手廚師們 那我們今天要選出二十二位晉級 也就是說呢 在十七位當中 我們要再選出九位 回到位子上 補滿二十二位的席位 首先我們就先請 Jason 做得最符合我個人的料理是 選手 第七號 恭喜七號 第二位 雖然香料不是那麼複雜的一道菜 但是我覺得不要小看 可以調香料的這種能力 所以我想 Jill是選手十號 十號 十號 請入座 太太區已經湊滿了 太第三位嗎 我還想就一位 我覺得很有潛力 因為去過很多地方 認識了很多食材 可以帶來這個比賽一個 全球的這種概念 我選擇就是選手第十五號 十五號 神龍長百草 恭喜十五號選手 請入座 雅倫 我希望他繼續留在這裡面 選手三十號 三十號 我們的大廚 恭喜你 另外一位我要做的選手是 雖然看起來做菜的時候很厭世 但是卻有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滋味 也是我的粉絲 十二號 你為什麼要被救回之後 那個臉 你那個臉怎麼辦 你在氣什麼 你被救回 你剛剛那個臉 你現在心情什麼 你覺得很煩對不對 我的壓力很大 我的臉很大 好不容易要回家 我說要救回來幹嘛 不好意思 請甘願一點 好 那艾翔呢 你今天要救回誰 因為我是日本人 但是我也想再吃一下 他煮出來的別的國家的菜 所以我要救出來一號選手 一號選手 救回來了 恭喜你 今天就是參加的這個選手裡面 最年輕的 我覺得是非常有技術 跟就是創意 二十號選手 好我要救的這一位呢 其實是我們在跟他交談當中 我發現是他有學習的心態 我相信在未來的比賽中間 他如果不斷地學習 他會有一番成就 所以我選擇 二十四號 也想說發生什麼事 二十四號選手 還有最後一個席次喔 我們現在台上還有一二三四 好 反正滿多位的 對 要救的這一位 其實我覺得他很大膽 因為他做的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一個非常經典的料理 大家重新定義了這道料理 所以我要救的是 二十八號 恭喜二十八號選手 搶奪了最後一個席次 謝謝我們再次的熱情掌聲 感謝台上的所有的參賽廚師們 謝謝你們 對於料理的堅持跟熱情 希望以後還可以繼續吃 你們好吃的料理 我們左邊請 謝謝 好 經過了第一輪的激烈的比賽 最後一個掌聲 我們要送給在座的 現在已經入席的 二十二位晉級選手們 謝謝你們繼續加油 當你已經覺得很安心的 坐下來的時候 第二道門又要再繼續打開了 這個賽制叫做是 他們要來找你們了 請打開 有人要一對一給你桌對絲刷 歡迎我們的參賽廚師們 這六位廚師們呢 他們剛剛在後方已經看了你們 已經看得很不爽 想說要到平安耶 第二道晉級 幹嘛呢 當他選擇了你之後 你就必須要站起來 來到我的身邊 他要跟你一對一PK 如果他PK贏你了 你的席四就被拿掉 他就晉級了 就是這麼的殘酷 佩妤請問一下 你剛剛看完這一回合之後 你想要PK哪一位廚師 我要選擇的是 來來 張姐 你要選誰 柯里斯汀 柯里斯汀 哇 這個煙消味很重耶 真的 真的 你不喜歡他的頻道嗎 不是 我從以前看他翻譯頻道到現在 對 你覺得他好好的去翻譯就好了 不是 我不想上來 你要選誰 我想要選梁藝珍 梁藝珍 那我要選擇的就是 24號的鄭大哥 鄭大哥 可愛的CINDY你要選誰 你要選 秘魯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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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秘魯太太 我來選擇的是 厭世小編 12號 他現在看起來 臭不爽了 臭不爽 你有選對人嗎 有一點 你有一點志氣好不好 你要聽我說 你知道我 我上次打電話給我媽 你知道他說比賽 都有淘汰的劇情 那你就是在那個劇情當中 在這個金蛋裡面 藏著不同的驚喜 你敲開來 就是你要選擇的菜系 天啊 這劇情當中耶 傳菜 我的天啊 好的 辣妹子做餐菜 我們要從中華的八大菜系指定料理 要來做PK 要來做比賽 大梁炒鮮奶 這道菜很難 好難 如果這是你們從來沒有做過的菜 你們敢挑戰 而且做得有模有樣 真的很不簡單 謝謝 謝謝 雪白桂花蟹 兩個都非常的好吃 每一樣的味道 好像 就是打到我的味蕾 就是很深刻的這種 如果你想要追求某種 讓人家印象深刻 你非吃我不可 而且你會記得我 你會再回來找我的話 我覺得一心有做到這件事 謝謝老師 FRED 生日快樂 那我明年生日的時候 你會是我生日快樂嗎 8月10號 你沒有住 你沒有住你就 你沒有住 我也不能住 我也不能住 我也不安靜 都比較做錯一點 每個都不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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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寫到生日快樂 有啦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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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FRED 我在這邊代表 John Billy 還有 GINA 一起祝你生日快樂 FRED 生日快樂 GINA 棒 2 FRED 生日快樂 最會做醬的男人 希望你過生日可以過得快樂 祝你 呼如東海 獸筆男生 FRED 祝你生日快樂 就是 當我知道你是天秤座的時候 突然對你的好感度加分 因為 我也是天秤座 而且天秤座的美感 各個方面我跟你講 毋庸置疑 Hey FRED 生日快樂 I wish you all success and love Let's go drink 今天是FRED的生日 因為我們知道他最怕的尷尬 所以我們把小便弄得很辣 開心啊 好厲害 昨天夏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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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老婆在哪裡 老婆已經在那裡面 老婆 是誰 老婆不是你 老婆不是誰 老婆不是你啊 老婆不是你啊 是誰 老婆要來講 老婆剛到處很厭惡的表情 對 我才淹入你 來 讓他別參觀 來 老婆 老婆 老婆來 不會啦 因為我已經Cue老婆出來了 我早就站半天我在你旁邊 那是像說話 你們都寫吧 好 歡迎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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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個希望 可以得 慶祝的節目 這樣 好 慶祝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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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第一個是這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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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今天有362個願望 你大概今天有362個願望可以取 我還剩下幾個願望 好 那不然你第二個願望 每一年少三個願望 對啊 沒關係 去一個少一個願望 快點 第二個願望 第二個願望 就是希望這個節目 好 什麼時間 你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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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樂 然後點字 這 挺親切的 你中啦 這個節目的金曲獎勵 你先 要 我想得獎 我想得獎 我們 提名只是提名 得獎 慢慢來 Humbo 不要 這我們不要Humbo了 提名就只是提名 我力氣太多次這種感 只是提名 沒得獎 OK 一定要得獎 好 第三個願望 第三個是不是這樣 許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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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講到這邊有蠟燭 好不好 對 OK 那你的刀 這張是要給他切嗎 對 那我們現場工作人員 我們大概 這個現在是展現 竹國瑞德刀工的時候 現場大概有兩百名工作人員 請把這三成切成兩百 好 我們一起來切好不好 來 好 三二一 切切 勝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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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有叉子 有叉子 很重要的東西 Cheers 這牛奶就算很重要的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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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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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Mina 我今天呢 是料理之王的特派員 告訴你們我今天要幹什麼 我有一個秘密任務 因為大家平常呢 都會開箱一些什麼化妝品 彩妝品 一點都不稀奇 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超級大的東西 我要開箱料理之王的勝利 好 很酷吧 做效果 各位 好好 沒有人 那我進去走 因為現在沒有人的路 那邊就是我們的主 看一下 當選手們在上面做菜的時候 老師們就會坐在這裡 我要去做做看 我要坐到 好 好 好 舒服 我是評審 我覺得這道菜足的 我只給87分分在高了 因為 不過鹹 我吃這種鹹的 用多加一點 亂講 而且 真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 導師坐在這裡 就會有一種 很威嚴 天啊 我們住哪裡 我猜應該是這個 長得特別帥 真的假的 我也太會看了吧 沾一沾 沾一沾 會不會他等一下來就聞到我的味道 對 我好像冒味 摩測一下 好 好啦 反正這邊一整排 就是那個 導師跟飛行導師的位置 好 我們繼續往前面看 這個呢就是 宣傳的 叫做比賽 來看一下他們 在比賽的時候 都會有什麼 設備器具好了 你看 然後它 一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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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微波路啊 好像什麼的 電鍋什麼都有 你看 這邊呢 命運之後 就會聽說 他們 要PK的時候 挑選食材 就會把這個門打開 平常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這門是關起來的 然後打開之後 裡面就有這些 你看 你們現在看 因為我剛才看的時候 我以為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只要外面不是有那種 就是 擺得很像什麼 就是 攝影王來給人家拍照的那種 書 就沒想到它裡面都是 全都是真的 色澤 這麼漂亮 它看起來真的很像假的 是真的耶 它真的有焦味耶 有那個甜焦味 你看到 魚餅在國也是真的吧 它真的是真的玉米耶 對 我的天啊 所以這邊的食材 全部都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們看 醬料 有什麼樣子 是不是 魚餅都很好 我的耶 真的是有功夫這樣 你看 雞蛋 這個 雞肚 反正這些食材全部都是真的 剛剛的長得也太漂亮了吧 那我們今天開一下這個攝影棚 我覺得超級有趣 沒想到這種大鞋 現場 真的是什麼設備都有 好 等一下就繼續去找選手 我們玩吧 那就先這樣 拜拜 在這次的六路市長 除以PK賽中 我們才能要藉由 某位 特級廚師的力量 來教大家做 黃金品 燙賣 登 耶耶耶耶耶耶耶 登 帥氣的撒粉 登登登 登登登 登登 摟 摟摟 抽一下 抽一下 放沾 好吃 你可能沒有辦法吃到 黃金品品商賣 但是生活中的黃金品品 原然好吃 好玩 好健康 快樂過生活 一定要來喔